这叫合嗓是吗 对 伺候 你有没有觉得像你们这种还得后天练合嗓 像我们周迅姐姐是先天的 你再来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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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格局也许姐可以 许姐是天生的 很有天分 这是怎么练出来的 拿火快的通子梗还是什么意思 这主要靠气势 靠吃鸡翅啊 靠气势 靠气势 靠吃鸡翅 我一个鸡翅骨头卡在这儿 让她抄我一下 我卡出来 看来她就特喜欢你 嗨成这样 你练这嗓的时候 你妈妈担心过吗 他们也会问过 那你这样嗓子会疼吗 然后我说不会 因为这是一个声乐的技巧 还有一个就是我奶奶也特别地支持我 对 我在客厅里面练习嘶吼的时候 我奶奶她也会跟着我一起吼 你奶奶跟你吼啊 对 我在客厅 咬她就在厨房 这样子 奶 奶盒 好可爱 好酷 我跟你讲 你奶奶那是真吐了 那就是那个奶奶 奶奶你听我说 吐 这些手是什么的 都有专门的用意吗 首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有一个这样子 就是 就是你注意做的时候一定要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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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做了一只许讯 对了 那我还是帮我 那我也不赔了 这是说什么 像有一个位置 可以吗 这帮新一代的绝对将来以后都前途无量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来看一看到现在为止的排名 第一马赛哥 第二超级展 来 谢谢大家 谢谢超级展 一会儿见 我当时非常地震惊 就是一个姑娘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 对对对 看看 超级展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乐队 对对对 他们突然中央有一段那个游戏机巴比特 然后又回到那个时候 我都已经心脏澎湃炸了 我说大爱你 颤为观止得好